吉里普罗哈兹卡表示 尽管肩膀受伤 但他仍想参加UFC282比赛前 UFC轻重量级冠军捷克怪鸟吉里普罗哈 兹卡Jerry Prahaska最近回顾了他在UFC282前取消比赛 放弃冠军头衔的一些情况 普罗哈兹卡本应在UFC282的头条主赛中 与格洛福特谢拉Glover-Texera对决 来为免205磅冠军头衔 不幸的是普罗哈兹卡因千步受伤不得不退出比赛 并且放弃了UFC轻重量级冠军头衔 因此在UFC282比赛中 简布拉乔维奇January Blackwich和马哥梅德比安 凯拉耶夫Magam Ankolev获得了轻量级冠军 最终以平局告终 从而使该赛区目前没有冠军 当时宣布比赛结果时 布拉乔维奇和安卡拉耶夫在宣布比赛结果实在 接受阿里尔赫尔瓦尼Ariel Halonai的采访时 普罗哈兹卡透露尽管肩部受伤 但他仍想参加UFC282 这位30岁的捷克拳手表示 有信心击败格洛福特谢拉 是的 这是真的 到现在为止 我还在想我必须去参加比赛 因为我相信我能解决这场比赛 我可以再在第一回合第一秒就结束比赛 没关系 没有必要在那 里待得太久 但每个人都知道TJ迪拉肖 TJ迪拉肖的事 所以 我是一名职业拳手 我只想对我的团队 UFC和我的对手保持尊重 普罗哈兹卡的经纪人 透露捷克怪鸟是如何伤到肩膀的 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 普罗哈兹卡的经纪人 蒂姆辛普森 Tim Simpson 谈论了导致捷克人肩膀受伤的情况 蒂姆辛普森说 普罗哈兹卡最初在UFC的PI训练营 Performance Institute练习摔跤时 伤了肩膀 然而 当有人试图给他复位时 情况却变得更糟 肩膀是在一场标准的摔跤训练中 被撞坏了 你知道肩膀是什么样子的 对吧 它凸出来了 很多时候 你会把它弄回去 过一段时间 它又脱臼了 你永远不会真正了解肩膀的情况 直到你深入地研究它